2014宜蘭情人節今年將儀式到宜蘭圍館宿來舉行 獻服還特地準備了一千份的金枣 還有幸福的甜蜜小禮要送給大家 今天還特地來到四傑福的廟過香爐 祈求月下老人給個好姻緣 一個小包裝的金枣小禮 酸酸甜甜的滋味就好像談戀愛一樣 那這個金枣是宜蘭的特產 也是宜蘭的獻果 那蜜餡在古時候其實是請人節在吃的一個禮物 因為蜜餡叫甜甜蜜蜜的鑑別 以前人還沒結婚是不能夠在一起的 都是只能夠沒錯之言 所以就會送這個蜜餡來當作一個第一次見面的幸福 那吃完蜜餡你就是我心甘寶貝 我也是你的心甘寶貝 那宜蘭人把金枣這個東西叫做早生陽園早生貴旨 那就很有浪漫甜蜜的意義 還有這張幸福卡也是情人節當天 要和今早小禮一起送給民眾的幸福洗成霜 數量有一千份 而且今天也在四節福德廟過香爐 希望月下老人加持幫忙促成良緣 讓人人都有好姻緣 那今年會特別的地方在於我們邀請了一位神秘嘉賓 會到現場為情人們祝福 這位神秘嘉賓就是我們的月下老人 那我們會在宜蘭河畔 會營造一段一百多公尺的燈光銀色廊道 那月下老人就會裝置在我們的銀色廊道上面 那我們希望邀請有情人來弄月老 那接受月老的加持 讓愛情長青永不老 另外呢我們也設計了一千個幸福 這個幸福呢也在今天來到金子杜公廟這邊 來過月老的鄉 我們希望取得幸福的有情人們 他們的愛情能夠洗成霜 能夠有情人鍾成眷屬 今年情人節8月2號和3號在宜蘭圍館樹舉行 要用河岸登錦點亮宜蘭護城河 也歡迎所有情人夫妻 妻夕一起手牽手來過節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怎麼不到